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給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專題是這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並沒有很複雜 我們先來瞭解它的尺寸 我們先來看上視圖 這邊尺寸50毫米 下面厚度是10毫米 右邊寬度是20毫米 這邊眼角半徑10毫米 再來看下面正式圖 這邊高度50毫米 下面寬度50毫米 上面這邊20毫米 左邊這裡高度20毫米 遠直徑10毫米 離上面端點10毫米 離右邊邊緣也是10毫米 右邊這裡上面10毫米 下面也是10毫米 離上端,端點高度30毫米 再來看右側視圖上面 上面厚度10毫米 眼孔直徑10毫米 眼角半徑也是10毫米 遠距離左邊以下遠都是10毫米 這個尺寸了解了以後 我們馬上來動手畫一次給各位參考吧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匯子 確定 選擇前機紙面 草圖匯子 選擇舉行工具 選擇對焦舉行 從終點畫出 切點 切點 選擇直線 在這邊畫一條直線 切點 選擇圓 在這邊畫一個圓 切點 選擇智慧型尺寸 這邊高度50毫米 下面寬度40毫米 尺寸 遠孔直徑10毫米 遠離邊遠距離10毫米 遠離邊遠距離10毫米 端点高度 40毫米 选择特征 生长填料 10毫米 轮廓这边 确定 选择 上机准备 草图绘制 图面转正 选择直线 沿着边线 画到终点 再往右 再往下 在这里改成切线骨 以线重合 确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距离20毫米 这边距离10毫米 这圆角半径10毫米 选择特征 生长填料 过度10毫米 方向向上 切点 切点 再来选择这个面 草图绘制 图面转账 选择矩形工具 选择对角矩形 从中心点往右画出 切点 切点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高度20毫米 这边宽度50毫米 选择圆角 半径10毫米 切点 切点 选择圆 在这边画一个圆 选择智慧型尺寸 眼孔直径1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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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特征 生长填料 厚度10毫米 方向向内 切点 再来选择 选择 选择这个面 草图绘制 选择这个面 参考图研 选择直线 从这两个端点 画一条直线 确定 选择特征 生长填料 延廓 这里 确定 这样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给它算个颜色 青色 切点 这样图形就漂亮多了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高40毫米 左边高50毫米 下面宽度40毫米 眼孔直径10毫米 眼里边缘距离10毫米 以上面端点距离10毫米 再来看这边尺寸 再来看这边尺寸 上面10毫米 左边20毫米 眼角半径10毫米 厚度10毫米 再来看左边这边尺寸 这边尺寸 这边高10毫米 这边距离10毫米 眼孔直径10毫米 眼角半径10毫米 底边宽度50毫米 再来看这边厚度 10毫米 墙壁这边厚度也是10毫米 这整个尺寸都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乍看有点复杂 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 那其实四个部分拼在一起而已 只要一步一步的话就可以解决了 好,我们今天视频示范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那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这种所谓 教学相长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